为了干爹 为了天宫堂 陷阱 这是陷阱 去天宫堂 抓捕天宫堂的仆人 是 进阱找人 人呢 没见他出来吗 没有人 没有找到 这是天宫堂 全体同仁 送给你的一份礼物 只要张堂主 还在你们的手中 那这样的礼物 将会源源不断 请你要相信 我们的能力 当初就有一份大礼 送到了竹内队长的心中 现在也一样 我们会保证 礼物的质量 并保证 你都会是惊喜 直到张堂主 被你们释放 记住 你在明处 我在暗处 这就是我的筹码 希望你收到礼物 会喜欢 巴卡 巴卡 一个小小的杀手 真敢敲诈 帝国军队 立刻插封天宫堂 来 伍豪 有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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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快 走 快 这是你女儿给我的恐吓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胆大妄为的挑衅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胆大妄为的挑衅 你才能不能击 你击我 我真是个人 这是你教育的结果吗 这就是你教育的结果吗 一个人 想要挑战一个国家 你能想象一个国家 能像这样一个抵抗分子屈服吗 这个我无法回答你 但是我知道 一座大楼的坍塌总是从第一块砖开始 这块砖 恐怕就是我那不成器的二弟了 这封信 说明我的女儿很安全 我很欣慰 你错了 只要你活着 只要你活着 你的女儿陈春雪就不会安全 她迟早会露出马甲 抓住她 只是时间问题 我很难想象 你们妇女在这儿见面的时候 你还会这样欣慰吗 我进去看一看 小心 刚才是什么事 我提供你看 阿姨 你不想跟他人了 我迟到她的官司 我赶索的 你不想想想看 你拜托 你 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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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想想想想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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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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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吧 都是自己人 他是谁 跟你说了 是自己人 都别动 不打不相识 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一位呢 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起的那个 劳改主意的那个 对 劳改主意的那个 原来我落下了这么一个名声 我当时是拿枪就拿枪就拿枪就我 而我呢 就凭这张嘴咯 还有这一位是我的小妹 李香妹 我开玩笑的 哎呀 你手筋真的很大 身手也很不错 哎呀 刀再快也不如你的枪管用 我弟弟小黑 你好 怎么了 你还没有自我介绍呢 我叫上海一枝花 看来小雪的那次袭击让枝田提高了警觉 她每天两点一线随时都有严密的护卫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机会 那天刺杀枝田的时候 有一个中国人和她在一起 这个中国人自称是日和商会的会长 日和商会的会长 对 他们那天正在商量 怎么样吞并中华橡胶厂的事 说是要找人诬陷工厂 说他们私通抵抗分子 然后再由县兵队出面没收工厂 再转让给这个会长 而枝田可以从中拿到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作为好处费 这个日和商会是个亲日的商会 这般汉奸说起来我就恨 你说中国要是没有那么多没有脊梁股的汉奸 那日本人他也不会这么得心应手啊 所以啊 汉奸和日本鬼子一样该死 说远了 回到枝田呢 等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杀枝田 那不仅仅是因为他杀了小雪的亲人 更因为他是侵略者 是敌人 那个枝田既然躲起来 我们没有办法抓到他 我们就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那个日和商会的会长 不是和枝田合作 给枝田送钱吗 我们就把他干掉 断了枝田的财路 也让那些汉奸知道 和日本人勾结的下场 好 我同意 我要让这个枝田 吃不好 睡不香 我要让他知道 永远都有一把枪对着他 对 还有一把刀 好 思路打开了 一切都那么顺利 这个于心也 他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 是最好下手的目标 要不是为了警告日本人 我可以做得和意外一样 让他们永远都发现不了 这是刺杀 其实 我觉得还有一种思路 什么思路 既然他要和枝田合作 我们为什么不把他抓了做诱饵 引枝田出来呢 这个刚才我也想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于心也在植田心中有多重要 现在植田他自己是金弓之鸟 为了自己的安全 他完全有可能不顾于心也的死活 其实我觉得宝珠说的有道理 我们可以试一试 如果枝田不上当 我们也能解决掉这个于心也 对我们的目标并没有影响 你们看 怎么样 太漂亮了 二姐 还有二楼呢 对啊 喜欢吗 喜欢 你这房子实在太棒了 喜欢的话 就搬来和我一起住 好啊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间 我肯定会过来住的 放心 你这里会不会太招摇了 有什么可招摇的 人家把房子都盖成这样了 我还有什么 估计不能住进来啊 哎 你知道吗 这个房东啊 是犹太人 你看人家这种设计 多漂亮啊 就是喜欢 你有什么名字租的房 放心 这个呀 不用你担心 本小姐大名 吴美丽 我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呢 要是哥哥在就好了 他一定会开心死的 哎 小雪 趁现在有时间 要不然 我给你重新设计一个造型吧 什么 你啊 作为女人 却一点女人的自觉都没有 人家现在不是经常提倡什么 新女性 女人要和男人一样 为社会做出贡献吗 你这什么时候的老词啊 电影里都是这么说的 哎 说真的 你真的应该好好收拾一下自己 就像我一样 让自己的美丽绽放出来 算了吧 算了吧 我是干什么的 把自己弄得那么乍眼 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 这就不对了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不能因为要报仇 就不是女人了 被说教了吧 好 怎么样 可是 哎 说做就做 跟我来 走喽 坐下 小妹 把窗帘拉上 哎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人在上里 太决 太决 您有什么事吗 请问梁界经理在吗 哦 在 在楼上 带我去见他 好 请 在这里碰到滕叶 大大出乎陈春雪的意料 滕叶到东亚书店来干什么 我上去看看 月屈 他见过你 咗 呃 好 呃 对 就是这张雷 父母被杀的那天陈春雪见过这张脸 他们怎么会认识梁剑呢 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 怎么了 和梁剑说话的那个人 我见过那张脸 他就是打死我父母的那个人 你居然现在还有联系 真是老天开业 让梁自己松上门来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庆的联络员可靠吗 可靠 他为我工作已经好几年了 一直不错 到时候 他会直接来书店和我接头的 好 拿到情报后立刻通知我 我明白 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希望你去做什么诱饵 你的价值点高以抓住 拿着枪到处开枪杀人的杀手 最近几天尽量不要出门 限冰队的那些人 保护你的安全是没问题的 忍耐一下吧 只要十天 等拿到了情报后 我马上送你离开这儿 好 明白 怎么办 跟上 怎么办 腾野 带梁界去了宪兵队 对 而且把梁界从宪兵队 带出来的那个人 我认得 那就是当年和梁界一起 害死我父母的人 他是什么人 现在还不清楚 不过看他的制服 像是日本领事馆卫队的 日本领事馆 我等不及了 我决定明天就动手 只要抓到梁界 一切都会弄清楚 不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 有点不对 你看 梁界刚刚回到上海 日田就把他找去了 这个事 会不会和我们有关系呢 他们会不会已经知道 你上次去海军公寓 就是为了杀梁界 我有点担心 日田 如果和这个梁界联手 那事情 就没那么简单了 你们都在啊 怎么回来那么晚 今天书店有点不大对劲 下班的时候 店里突然来了七八个大汉 主任就让我们把院子里的几间房子给腾出来 还放了几床床进去让他们住 主任还跟我们说 以后店里的人没有特殊情况 不准上二楼 我怎么觉得这些人像是专门来保护梁界的呢 是芝田县兵队的人 看来他们有防备了 是芝田的人 怎么会呢 有人在吗 我来看你们了 保住 小雪也在啊 正好 这个是给你买的 来 这个呢 是给阿梅的 还有这个 给香妹的 保住 这个呢 是给大姐买的 我怎么可能把大姐给忘了呢 我不要 谢谢 怎么了 看不上啊 保住 我心情不太好 你不要惹我 怎么了这是 今天 她碰到以前的两个仇人 那这是好事啊 生什么气啊 可是他们这位森严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现在没有机会 就等以后呗 再说了 机会又不是急来的 对不对 我待不下去了 我先走了 你给我站住 你待不下去 你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话 你直接冲着我来 我好心好意给你买衣服 还把你给得罪了是吗 真是的 裤大仇深的样子 宝珠姐 怎么了 我怎么了 她心情不好 别人都得陪着她 哭散着个脸啊 你以为就你有仇啊 全世界你的仇最大呀 你打我呀 他打了我 保住 保住 你以为就你有仇 你问问他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谁没有仇 日本鬼子进上海的时候 老娘被他们十几个人给乱 老娘被人致自上海去 小老娘被他们的派 对三池 本来的警告 老娘被人打了 老娘把你确定在外面 你一开始说 老娘被人打了 老娘被人打不一样 好 二人的安排 俺们得了 老娘被人打了 老娘被人打了 别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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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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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句话好像是应该我对你说吧 也可以 只要吃饭就好 其实你不用客气 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 多保重 再见 老娘 再见 怎么了 回来这么早 没事 今天遇上几个不开眼的日本混蛋 那我先去干活了 小美 你陪我聊一会儿天吧 怎么了 来 今天 有一个人帮了我一把 是个 挺英俊的男人 不会是英雄救美吧 那是你 今天 没有人帮她 没有人帮你 有人帮着 我开始起床了 就是 你 别 悠门 你 我 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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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毒瘾发作的时候 他将会生不如死 不能再等了 可是 梁介并不想让自己吸毒的事情 进入县兵队的档案 所以 他必须甩开外面那些耳目 可是 怎么甩开呢 再来吧 把房间收拾一下 把房间收拾一下 外面乱用 有限 然后 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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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了 什么意思 这边的铺子前后都是通的 等你追过去以后 梁界已经在两条路以外了 快追 起来 起来 快追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这对我不是问题 我这儿有点乱 没关系 我还去过更差的地方 废话少说 还有货吗 有 不过不多了 也就这点了 什么时候再来货 得过些日子 这我可说不好 你要知道 这些东西在上海 都是日本人在专卖 要是我这样的被抓住了 可就是贩毒了 你这还不叫贩毒啊 那要看你怎么说了 想当初杜月生杜老板在的时候 我们这可都是合法生意 不卖兄台说 我还给国家上税呢 不错呀 都装上电话了 生意需要嘛 对点本钱也得舍得 我到了给我打电话 这次要的多钱不是问题 二二七五四 记住了 不论谁接电话 就说找经理 就说饭做好了 饭头 一群饭头 出什么事了 把人给我跟丢了 这群蠢货 他 他毕竟是特务机关的人 他是不知好歹 他就那么大腰大摆地回来了 把宪兵队的那些保镖 气得够呛 我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故意的 他要是不出来走走的话 我们怎么会有机会呢 可是他老是前护后拥的 我们还是没有机会 对了 我发现梁姐一些很宝贝的东西 怪怪的 你们看看是什么 不知道有用没用 闻起来怪怪的 什么呀这是 这样吧 我给高伯看一下 他是老江湖了 没准他知道 好了 我先回去了 小雪 明天我让香妹去吧 你休息一天 好吧 大姐 你帮我给宝珠带个话吧 那天 是我的不对 是我的不对 是的 这是科卡因 一种毒品 这是鸦片吗 不 不是一个品种 原来英族界那边比较多 尹君子一般不喜欢这种东西 贵 而且很难弄得到 吸毒的人 一般都有固定的毒贩给他供货 也就是说 我们要是能查到谁在贩毒 就能骗出两件 高伯 能不能查到谁在贩卖可卡因 可以试一试 上海滩能门这个的人不多 应该能查得到 老高的推测没错 在上海 贩卖可卡因的圈子不大 通过多年积累的人脉 老高寻放到几个知情的人 很快 这些人就帮他锁定了毒贩的住处 怎么样 高伯 走吧 这个人我终于找到了 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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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别开枪 起来 啊 干什么呢 没眨眼睛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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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罢了一下 没碰着扯 对不起 没碰着扯 走 走 你找谁啊 梁先生 您的电话 喂 我是梁静 算做好了 知道了 在什么地方 在十六库码头旁边的砖窑 砖窑 怎么会在那儿 我在这儿有点事 一时走不开 知道了 我马上过来 苗先生 您又出去了 我马上过来 黄巴车 梁先生 我开车送你们 梁先生 上车 快点儿 快点儿 快 快 快 건 快点儿 快热 了 快点儿 一 Ros 怎么这么不小心 没想到 这个吸毒鬼力气还挺大 这是干什么 大量出汗 能让他毒瘾加快发作 怎么了 怎么 这里不适合你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你们想干什么 少废话 放开我 又有什么事情 我发现梁剑在吸毒 并且他现在已经失踪了 你不是派人保护他了吗 这个你应该为梁剑 他给我的人带来了太多的麻烦 你怎么就肯定他会吸毒 我的手下在他家里 发现了这些 我曾经听说过土肥原将军的一些工作方式 看来用这种特殊的手段 控制中国带报员的说法 并非谣言 他失踪多长时间了 已经三个小时 我已经听闹了 他递不止了 这样的轻人 是什么 解雅 努力 解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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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喝水 我也要喝水 我要喝水 求求你 给我一点吧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你们说嘛 你们不要再折磨我了 我问你点事 什么事 十年前 杀陈生的都有谁 你是谁 我是替陈生报仇的人 你不在上海 这是你的幸福 既然回来了 陈春雪一定会找上门来 你是陈春雪 算你还有点脑子 今天是几号 四月五号 你的联络员什么时候到上海 十天以后 四月六号 不好 怎么了 梁姐的联络员明天就到上海 对啊 梁姐不在 怎么接头啊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 我深感荣幸 我深感荣幸 不 他们早就有约定 他一定会如约出现 除非 除非 抓住梁姐的人 把他也抓走了 好 我倒有个建议 听点 从现在起 对书店进行控制 只要联络员进入书店 情报就是您的了 为保险起见 今晚所有店员不准回家 也不准打电话 一切要等到明天 结束以后再说 好 就按你说的去办 求求你们了 再给我一点 太难受了 再给我一点 太难受了 再给我一点 太难受了 十年前 杀陈生的 除了田佩然和你 还有谁 还有刘牧 和大岛 林牧 他是什么人 刘牧是 日本领事馆 卫队的队长 日本领事馆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他的真实身份 是派选军 特高克的高级参谋 我是他的手下 大岛呢 他又是什么人 大岛是日本防疫 一级水部队的纵医疗官 平时他人在日本 你们为什么要杀陈生 因为陈生 偷走了日本人手里的 属于军珠样本 日本人要属于军干什么 做细菌蛋 因为陈生偷走的属于军珠 比日本人剩下的 毒性大得多 做成细菌蛋 只要几颗 我就可以 就可以杀死 成千上万的人 你是说 我爸是为了这个死的 他是为了阻止这些属于军 落在日本人手上死的 可是属于军珠 最后还是落到了我们手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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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干什么 狗汉奸 你们打我 你们折磨我 都没有用 日本人 已经研究透了那些细菌 已经把他们送上了战场 你们听我说 中国赢不了 日本人已经启用了细菌蛋 当然 那是最便宜 最有力的杀人武器 明天 我的情报员 会给我送一份重要的情报 有了这个情报 日本人的炮弹 会更有为力 再给我一点 求求你了 再给我一点 你的情报员怎么和你联络 没用的 他只认我 他只和我联络 你们会在哪里碰头 在我的书店里 书店里有MF 他什么时候到上海 不知道 你的情报员什么时候到上海 来 说了 明天晚上 坐火车来 哪趟车 几号车厢 十一点 从南京开出的车 四号车厢 十三号座 没有了 男的 女的 什么特征 男的 左手是甲织 他的左手感染过 被解织了 没用的 你们打情报的主意是没用的 他是不会把情报交给你们的 他是不会把情报交给你们的 你平时有人办事 这叫走狗 记住我长什么样 下辈子找报仇 这叫报仇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一个炮弹 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死 这笨鬼子 不是人 我